對外的東西是在你車上 是不是啊 回答一下好不好 不是槍還是什麼 槍是不是 面對遠景的問話 不敢多說 只能拚命點頭 因為現在否認 已經來不及了 來這邊 裡面有子彈 有子彈 好 現在做清槍 真的在車上搜到一把槍 事情東窗事發 只是跟他同伙的朋友 還在拼命逃跑 遠景跑出派出所 緊急穿越車來車往的大馬路 一名休假遠景 騎機車看到 也趕快掉頭 幫忙一起追上去 跑到巷弄裡 總算是跑不掉了 逃跑的是朱信男子 事發在七號 朱信男子和他的朋友 互相針鋒吃醋 雙方都找人來理論 只是朱信男子 帶了爸爸和朋友 總共四人 一見到對方就出手毆打 期間朱信男子的爸爸 還拿出一把槍來揮舞 要威嚇對方 讓他不敢反抗 警方接獲報案 組成專案小組 掌握朱信男子的身分 警方與偵犯案情時 察覺嫌犯刻意對案情 避重就輕 不願意配合警方調查 朱信父子以及朋友 到派出所說明 先騙警察是搭車來的 但警方發現 其實他們是開車 停在幾百公尺外的停車場 警方覺得不對勁 將他們分開詢問 果然在車上起貨一把改造槍 和已經上膛的十發子彈 這下逃也逃不掉 全部被鎖上手銬 只是私人恩怨 好好談就好 拿出槍來 真的只會讓事情越演越烈 TVB的新聞 廖宗信仲宣桃園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